今天有个事在家长圈中传疯了 一个不到15天的小宝贝 竟然被查出肠坏死 情况是相当的严重 不过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 检查以后真相大白 原来坑苦了这个可怜女婴的 竟然是她的爸爸妈妈 她父母的一个小动作 据说也是众多奶爸奶妈都有这个习惯的 几天前只有半个月大的朵朵 不断出现腹胀 呕吐 心率加快等症状 本来以为是常穿孔 然而推入手术室之后 医生被眼前的一目惊呆了 小宝贝体内约35厘米的小肠 竟然全部发黑坏死 再晚一点治疗就要被死神夺去性命了 而万万没想到的是 让朵朵在鬼门关上走一遭的原因 竟是宝宝喝的配方奶 浓度过高了 就会导致这个整个的奶液的渗透压 包括它的浓度都会增高 那么特别是一个心上儿 它的肠道对这个渗透压的耐受性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这样就会导致这个肠道出现一个坏死的一个表现 原来担心女儿营养不够 朵朵的爸妈在喂奶的时候专门多添加了一勺奶粉 其实类似担心孩子挨饿而把奶粉加量的父母不在少数 不止如此 记者发现不少新近的奶爸奶妈 对奶粉的冲泡都是相当的不专业 我找了月嫂 所以其实也不是特别的清楚 就是爱那个水和奶的比例大概 水我知道是凉一会儿 不能用太热的水一会儿 凉到多凉啊 那我不知道 不太清楚 水温大概 二不是 没有四十多度吧 好像是二十多度 二十多度 四十多度 四十多度吗 哦 四十多度啊 记者做了一个小样本调查 二十对父母中只有两成是完全清楚 近三成糊里糊涂 还有五成是完全依赖于月嫂和家里的爸妈 事实上 连小桥冲奶粉这一个动作 全是技术活 在奶罐上 它都会有一个配方比例的一个标识 一定要按照这个配比来进行一个严格的调配 我们把水凉了以后呢 可以用我们的前臂长测 来进行一个试水温 还有不少的奶爸奶妈 用矿泉水或者是纯净水来冲泡奶粉 觉得干净又卫生还能补充矿物质 这可大错特错了 纯净水会造成婴儿营养不良 而矿泉水则会加重宝贝的消化不良 最好是直接用自来水烧开 然后先加水 后加奶粉 水温是三十八到四十度 此外在奶粉里放糖的做法也是相当的不靠谱 非常容易影响骨骼发育 专家说了 最好是直接用自来水烧开了 然后呢 先加水 后加奶粉 然后水温控制在三十八度到四十度 冲奶粉 这是我们技术活 专家的意见 还是要听一听